各位這個報告裡面好像提到一個 受教授 你對我們這個地區做過調查嗎 是不是 對類似的 我對泥岩地區有一些研究 那其實基本上泥岩 泥岩地區事實上透水 就是滲透係數很低 基本上是很適合做這種掩埋場 但我對現地的真實這個場子了解 我只有看到你這個簡單的報告 細節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那個掩埋場 各位可能對野蠟岩地區不是很瞭解 野蠟岩地區照道理講 裡面有一層不透水布 照樣像一個碗一樣 水是集中在一個地方 它用集水井抽出來 要污水處理或排放 所以關鍵可能不是水位在哪裡 而是你將來 如果做了這個污水場 做了這個野蠟岩地區 污水怎麼排放 反而是重點 我覺得我不知道它環境影響評估 有沒有講說 污水將來是怎麼處理 怎麼排放 那還有一個就是 就算是有地下水 每個地方高層不一樣 關鍵應該是水路 地下水是怎麼樣流動 往哪個方向流動 這是我個人的潛見 所以大家如果只是針對說 地下水會多高多低 這樣去爭論 其實可能不會有結果 大家各自立場都不一樣 謝謝 瘦教授謝謝你 所以你沒有對當地的這個做過調查 是不是聽你這樣講 你沒有做過調查 你只是就泥岩你的了解 對我想 因為我以前我是成功大學畢業的 我大概15年前 20年前的時候 我在那邊 我的碩士論文 就是做泥岩地區的研究 那長期以來 我們 我的個人的專長 是工程地質學 所以這一方面我有一定的理解跟了解 那野埋場的研究 我也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評估跟鑑定 但是你對我們當地 並沒有做過 這個現場的調查 這一案沒有 是是是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我抱歉 我在請教 你說你對野埋場 也做過一些調查 是說對其他的垃圾野埋場 你也接受過其他開發單位的委託 做過相關領域的 這個測量調查 對對對 所以你是也算是 曾經接受開發商委託的 不是開發商 不是開發商 檢調單位 檢調單位 那你個人 你剛剛講的那個不是基於開發 可是檢調單位 怎麼會做這一個部分 有人 就是有 比如說有人 有這個財產的損失啊 或者人會 傷亡啊 好 抱歉 因為這是題外話 那個陳佳華老師 對那個受教授的發言 有點補充 好 謝謝受教授的那個 發言 那我是要做一個補充 因為不只受教授 非常多的老師 甚至我們地教所的朋友 在這幾年來 非常多人都提到 這個地方是你一言 那我在報告資料 我們有提出在第三章的地方 第三章有針對這個地方 不是你言 不是數千公尺你言 我們有補充說明 那所有的這個論述 大部分是依據開發單位的 這個環評書 還有設置文件裡面相關的資料 做的補充 那最接近事實就是現地 他們總共有十個 十個專探警 那這十個專探警的這個 歷徑分析 一個一份報告是接近七成 這個也是陳大做的 就是這邊的砂岩跟粉砂岩 加起來是七成 那環評書裡面的這個 砂岩加粉砂岩是有九成 所以依專探警的資料 這邊不是你言 那第二個資料就是依照這個 中央氣象局 他們在附近的青山跟湖東國小 這邊的地址專探也不是你言 那另外就是相關的 比較多的這個論述 我們在第三章 包括這個地調所的報告 包括這邊做的一些 這個限地的這個土壤分析 大概可以否定這個限地 不是你言的這個情形 那再請大家再詳細參閱 好 謝謝 謝謝 輸分委員 沒有我坐在說 好 秋進 焦華姐 各位我們現場東山所有的 我們這裡的鄉親事大 大家好 我是台北關老酒的 抱歉 我是台北關老酒三年報告 構算的 但是我跟秋進 很接在這個環保委員會 關心這個議題 最近的議事長內 我自己個人在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風地法裡面 看到行政部門有很多 真的是為了開發的 在那團體量身修法 要讓這些開發的團體能夠修法 所以我有稍微做一點點研究 不敢說很知道 但是我跟大家說說 這個我說的 土壤法 我知道我說的 這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這個法 是在說 已經受到污染 要怎麼風地 政府要怎麼做 最初有名的一個例 就是RCA 就是在土方市 現在所有旁邊都起大樓 那裡很有10錢 但是在20年前 有人發現是 美國一間很有名的公司 他們的行政的過程 把最多的水打地下 把劑泡了去它的地下水層裡面 然後當地的住民 大家不可以記名 都罹患癌症 一個中頭 幾個百個 大家都中癌 然後這間公司收拾 住民發現說 這間公司今年是 泡很多金水下去 放上毒的 落去他們的地下水污染 他們都喝那個水 所以他們展開了 跨國官司的這個泡 但是當時內 這間公司馬上 脱散沒好 藏藝集團 就是我們知道的藏藝集團 所以他們買了 經過20年 本來想說沒什麼 他本來是賺政府 要控制的時候 要快開發 但是政府就馬上宣布 他是永久不得整治 現在經過20年 所有的土地工業 都被建制 民生業 都被投資 最好的 大家為了這個土地 要量身修法 所以我說這是比較方便 現在說回來 你會看到 我們大家就在說 自中華民國 台灣所有的行政部門 都要依法行政 但是這個法 依法行政 政府部門 行事要照法律 但是 和法律本身就是 為財團在修訂 所以說 我在說這個法律 他曾經說這個土地工法 他要受到什麼 就是你才有污染 但是我風險可以控制 反對環境的影響可以控制 如果這樣我就要開放給你去開發 所以 這是已經受到污染 這是已經無法改變 他就是這樣要鬆綁 如果要給一個財團說 本來法律說 你開發之後 回饋30% 要叫政府 這種法律都拿掉 這種下游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又說回來 我們現在在說 事業費起伏 因為原來是事業費起伏 可是我們看到 我們自己住 我們擠入酒吃的水 是酒門水口的水 酒門水口 台南起伏 有一個黃泛張告 是去脊水區 我們酒門水口 就叫上游脊水區 他去扭脊水區的水 我跟你們說 我跟環保室的說明也說 就是這邊 脊水區裡面的水 所有的地方都在 PH值是9 但是滷的乎是酸乎 但是酸乎滷下來 這裡又是酒 綜合之後又是酒 你就知道 這個原本是強檢 11 12的強檢 結果下了酸魚 5的酸魚 強檢以後 結果就是酒 結果其實 我們說這東西 我們都說這東西 回到來 這是對水 這個 開地的 抵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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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關抵擬 因為我們的法律裡面 將那個 資源回收 跟廢棄物清理 都放鬆 有 大家都沒有關抵擬 像我們的 這個 山頂很多地方 在屏東 在高雄 在台南 很多山頂 裸臂氣製的 就是灰沾 那個 煉土 煉鐵丸的 爐渣 全部都是可以 亂氣製的 都有道 都強檢的 都亂氣製 這也是法律規定 他們可以亂氣製的 所以這個法 對法的制定 本身 所有都是 在讓業者 越方便 在讓業者 越好開法 現在有的 又說回來 一樣的道理 我們這個環評法 本來是對人民要把關的一個法律 但環評法裡面 一直有一個部分 是道德的 方向都沒辦法 在裡面 開發的業者 說要做環境影響 有冰箱 到底對環境有影響 對人民有影響 沒有 但是不可以 做冰箱的 不好意思 這些學者 我不好意思 今天如果講到 不是特定指定 業者 開發上獲金 給你 你車的賓箱 怎麼可能 你車不適合開發 嘴巴 忍